国美中讲台 讲台海 讲台温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520到现在已经是两个礼拜了 虽然说已经两个礼拜 但其实也只是短短的两个礼拜 不过我敢说 在未来人们回忆这两个礼拜的时候 一定会讲这是决定两岸终局结果的关键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了 包括蔡英文的第二任期开始 大陆的两会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的立法草案 以及对台的大政方针做了根本定调 在两会一结束之后 紧接着马上就举办了 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的座谈会 这场座谈会对我来讲 最大的意义就是 大陆通过全国人大委员长 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 依法授权人民解放军 在随时必要的时刻 必须一举粉碎台独分裂的行径 那么当然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干货 真正的干货在这儿 那就是美国现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星火燎原 美国人民自动自发站起来 反对长期以来美国霸权对于国内种族主义问题的漠视 放纵 纵容 以及美国统治阶层 对于我们所看到 其他各阶层人民 尤其是少数族裔老虎大众 长期的压迫社会的不公 这样的一个正义之师 他的力量已经震动了川建国同志 所以呢 川建国同志现在动不动 就说要放狗咬人 又要用最不祥的武器来伺候他们 而我们看到川建国同志 原本和他的干闺女蔡英文 他们联手要搞得一一谋独也好 或者是利用香港问题来操作各种的反中仇中 结果呢 现在呀 用我们的南话来讲 叫做 现在呢 是这个灰头土脸 那么重重的一巴掌 更是自我打脸 现在鼻青脸肿 脸非常的肿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持民双标 现在不需要再用太多的话去解释 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包括这是一场现实报 这更是一面照妖镜 这样的一个现实报呢 让他们前一阵子 本来还想要炒作 港版国安法的问题 要继续延续以阴谋独的力道 现在呢 完全使不上力了 所以啊 沉默了好几天 那么沉默了好几天呢 相关的港独啦 台独啦 西方的反华媒体啦 他们呢 终于现在要扳回一城 开始呢 又炒另外一个风向 什么风向呢 他们现在就吵啊 就吵说 呃 这个美国啊 这是民主国家哦 那民主国家内部啊 所发生的这些事啊 和这个香港啊 那是不民主的 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啊 那两边发生的事 不能拿来做比较啊 不能那样讨论 那我就不懂 那要怎么比较 要怎么讨论呢 是因为一比较之后发现 哦 所以所谓民主国家 你们的川建国同志更牛 人家呀 还要啊 这个回应人民 还要去沟通 啊 我们看到 这个港府呢 后来还撤案了 包括当初啊 这个马英九 面对太阳花啊 不也都是要 这个撤案了吗 啊 那川建国呢 你别说是 要推出什么样的一个革新啦 要怎么样改革啦 他连一句 对于这个佛洛伊德之死 感到遗憾 他都不用说哎 那更不要讲说 要道歉哎 他完全不用说 完全不用回应 他唯一的回应 就是放狗 就是最不祥的武器 来伺候你们 就是现在不到一周 他已经直接电视讲话 说要动员全美国的军队 要来打压 这些所谓的国内恐怖势力 这是一面照妖镜 照出美国霸权主义 对自己的人民尚且如此 对于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的人民 他们的人命 当然更加不把他们当人命来看 所以呢 到处点火 到处惹战端 到处制造颜色革命 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讲 真不能比较 一比较下去 发现香港的黑衣模 各个都有组织化 专业化的这些防毒面罩 头盔 还有源源不绝的物资 以及西方自由媒体 对他们的无限吹捧和造神 相反 美国的人民 才短短三天 黑衣模是闹了大半年 还是民主斗士 高高捧起 而美国自己的人民呢 等不到所谓的道歉 等不到所谓的退让 也等不到川建国同志 要来做怎么样的一个改革 他们唯一等到的呢 是既没有媒体的吹捧 也没有这些专业的设备 只有随时要放狗 随时要拿出最不祥的武器 来对待他们 这样的一个照妖镜呢 又照出了台湾人民 我们常年一直被欺骗 那就是国民党 民进党 他们一口同声 都说为了捍卫民主 所以要怎么样 要拒绝统一 那请问你们真的捍卫民主吗 请问你们口中民主的榜样 你们的干爹川建国 现在各种的作为民主吗 怎么你们现在 统统不讲话了呢 网路上网友啊 一直在说啊 蔡英文你在哪里啊 结果统统不讲话 国民党的江启臣呢 也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最后说我们要继续亲美 那我就觉得好笑了 自从新冠疫情之后 只要是有脑的人 谁看不出来 美国可以搞到十万人 因为新冠疫情而来死亡 请问美国的民主 连自己人民都不能好好照顾 连广大劳苦大众 要去看医生 要去检查 这个自己有没有患病 这样的一个基本人民的需求 都没有办法满足 请问你还亲美 你这不是1911年等着还要去敬身英歌 做太监的人吗 你这不是这个好笑吗 等到你终于好不容易该歌的歌了 该断了断了 结果皇帝老儿已经怎么样 已经退位了 没有主子可以侍奉了 现在我们看到从江启臣到蔡英文 他们满脑子想的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脱中入美 他们所有对台湾未来 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 通通都压在美国身上 压在这个已经摇摇雨坠 而且呢 这个崩溃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还要快的 这个美国身上 那么再看台湾岛内 台湾岛内多少的法律啊 台湾难道没有所谓国安法吗 在骂所谓港版国安法的时候 台湾不只有国安法 台湾还有民进党上台以来 还要搞所谓的国安五法 国安六法 再到呢 这个去年年底还立了一个反渗透法 已经和所谓的防止政府被颠覆 或者是要防止间谍 没有关系了 完全是在限缩两岸的交流行为啊 请问这民主吗 怎么你们又都可以接受呢 怎么这个就好像是很正当的呢 那你还要来讲说 为了捍卫民主 所以来拒绝统一 这不就是只是一个谎言而已吗 那又说啦 说因为两岸的制度不同 所以呢 没有办法统一 那更是鬼扯淡了 因为一国两制 本来就没有来改变台湾的制度 而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国安的问题 所谓防止政府被武力颠覆 所谓防止国家主权被分裂 这和制度没有关系 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 你要叫民主也好 不民主也好 各国都是如此 而真正的普世价值 是不管什么样的制度 都要让人民过上好的日子 都要能照顾 尤其是在人民当中 人口比例最高的老虎大众 他们的权力 他们的人权 他们生存活下去的最基本的人权 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而你们面对这些普世价值的时候 却反而又通通视而不见 所以一场《现世报》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非常多的事 而最后呢 是许多的大陆朋友 一方面看到美国的持民双标 现在呢持续的秀下线 一方面啊却又担忧 担忧说 那川建国会不会为了转移 自己国内的许多压力和问题 所以呢故意煽动两岸开战 那么我们要严加防范 我看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的评论 那我就想换个方向来思考 如果美国通过两岸开战 要移转他的所谓国内的问题 那请问真的两岸开战 中国不也就根本解决掉了 国家统一的这个问题吗 台湾问题不就根本解决了吗 所以当然我们是争取以和平方式 来做两岸的终于谈判 但是如果台独分裂的图谋和行径 在现在川建国需要 这个转移焦点的情况下呢 更加煽动他的干规女蔡英文 去横冲直撞 要继续把这个独做实做绝 那么该出手时还得出手 那么最后就比到底谁捍卫 这个自己国家的利益的决心更强 也就是当台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是核心利益 是我们的主权的领土的范围 是一点都不能少的国家主权领土 那美国也拿得出同样的决心 和同样这样的一个愿意牺牲的代价 来面对台湾问题吗 所以过去我一直说 中国绝对用武力做后盾 防止台湾被分裂出去 不容怀疑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中国的综合实力 大不大的过美国 而是今天从最根本台湾问题 对于中国的地位 台湾问题 对于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一个地位 这个分量和美国和川建国 他心里的分量当然是不同的 如果川建国真的要如此来做 要来煽动两岸开战 来移转他的所谓国内问题 那我们还得感谢川建国同志 帮助我们中国能够建设的更好 如果他的干闺女蔡英文 也真的配合来炒作 要继续把读作识作绝 那么我们也要感谢蔡英文女士 她让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提早能够完成 所以现在从520到如今 短短的两个星期 有人说是变局的最高峰了 但在我看 不过只是变局的开端 一切还只在序幕而已